独立啦 不需要人家去照顾他 因为以后不会老 这是所有脑麻患者家长的心情 就怕自己老了 孩子没人照顾 台湾医疗团队结合雪龙人医会 前往东马古境举办脑性麻痹疫诊 全马来西亚的人口加入小泽卫生组织的是 大概10%到15% 人口是需要多多少少是需要附健的 开不到 开哪边做真的 包括台中来的团队 也包括马来西亚的团队 附健科的医师们 大家可以厘清未来该走的方向 然后把每一个每一个病案 客制化的定做 对他将来发展最需要的 17岁的布莱恩重度脑性麻痹 用床垫抬了进来 一路拉拔他长大的阿嬷心力焦脆 看到医生难掩激动 我们一定会让他更好 你放心 从马来西亚到台湾一起来努力 好 哈啰 乖 医疗团队一诺千斤 一整隔天就到了布莱恩的家访市 四肢不自觉地抖动 让他经常弄伤自己 差点被邻居通报受虐 我的脑子要怎样去 阿嬷后来无师自通 做了好多辅具 结合慈善与医疗 跨国跨区合作 希望实质协助能化为病患与家属 脸上的笑 大爱新闻珍善美之工 陈淑玲 沈泽荣 杜成秋 马来西亚报导 大爱新闻